梦见水灾 水灾是一种自然现象 大部分都属于天灾 破坏力非常强 在梦中遇见水灾 如果是自然界发生的 例如洪水、涨水 预示着有钱财进账 但如果梦见是内水等水灾 则梦者要注意自身健康问题了 梦见自己被水淹 是灾祸降临的预兆 梦者要提高警惕 但是梦见快要被水淹死时获救 会在别人的帮助下 不同程度的减轻灾难 女子梦见溺水 健康方面会出现问题 旧病复发的可能性非常大 尤其是过敏性体质的人 要特别小心 商人梦见水灾、发洪水 生意上可能会有新的进账和合作项目 可以把握住机会 年轻男子梦见自己掉在洪水里 预示着情感上会出现困惑